是 十一哥你慢点吃了 别噎着喽 我昨天早上啊 借了一个床 这帮大爷给我折腾了 我一直伺服他们 刚刚才送走 我说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你知道吗 你喝点水 喝点水 你还有时间接旅行团啊 那你学位怎么办 我那个是文学系的学位 对我来说比较简单 毕竟我是一个文学功底 比较强的人嘛 而且我现在也不差学位 我已经就一个文学学位了 我正在读第二个 你不是不爱读书吗 干吗一个学位接一个学位地念 废话嘛 没有学生前程 我怎么能在美国待下去啊 我得趁着读书的时候 把律法搞到学 明白吗 绿卡有那么重要啊 对了 我听别人说 那个女老板凌达跟你 打住你别说话 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行吗 考虑考虑我钱怎么还给我 马林安怎么会放过你行吗 操心心没用啊 不就是一场考试嘛 我最不怕就是考试 你俩在这儿呢 我给你弄了一份去年 马林安出了卷子 你先看一下 你们两个真的是过分紧张了 没有没有 首先我觉得这事啊 它不太正常 马林安要真想聘你当助教 她一句话就行了 还考什么试啊 而且去年考这份卷子的人 她就没通过 当然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啊 总之你先看一下吧 你自己心里有数 快看看 怎么样 这是什么意思啊 考不过我打算你 别老吓唬人家 你这压力才有动力啊 他会被你压死吗 哪儿来动力 好 女士 艾维 嗨 我帮助你 是詹姆斯先生让我来的 他让我给你这个 你是说詹姆斯 是的 詹姆斯先生 他让我告诉你 他很抱歉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只是把这个给我了 好 谢谢 不客气 詹姆斯先生 三十五分 我的天哪 不是 这个词汇量太大了 好多我都不认识 比托福难多了呀 不是 词汇是一方呀 我跟你说 这后边还有一题 是老师现场出题 让你用英语 来阐述你的学术观念 你说就你现在这水平 跟人交流都费劲 你怎么跟人 马连安老师谈科研啊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那这意思就是 小青这个助教资格 硬是拿不着了呗 花琴 一百美金现在拿过来 咱那儿说好了啊 奖学金下来 连本带利块换 现在利息我不要了 把本金一百还给我 我现在哪有钱还给你啊 那当初我哪有钱借给你啊 那你现在逼死我也没有用啊 那我 不是 诗汇 你现在不能为人要钱 我跟你说啊 你最好再借他一百美金 你有病 我有病啊 他现在身无分文啊 我跟你说啊 再过一礼拜考试了 他要现在饿死在街头 你就真的血脖无归了 所以啊 你怎么着也得 让他扛过这礼拜啊 万一考试通过了呢 那他有点通不过呢 赌啊 你当时借他钱不也是赌一把吗 赌我可能是有着魄力 但就他 他钱 三十五分 你看这样 别愣着了 跟我们说句实话 有几成把握 词汇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这个人就是记忆力好 我可以死背 我背得下来 但口语和听力 时间太紧张了我 我没有把握 这样吧 我给你想一辙啊 你先把学校宿舍给退了 我住哪儿 我给你找一地儿啊 虽然条件一般满 那至少便宜啊 是不是 十一 赶紧带他去林大旅行社吧 跟团操练 林阵摸枪 口语听力能提高多少是多少 等会儿 等会儿 什么意思啊 他欠我了 还是我欠他的呀 哥们儿 我们帮你呢 不答应是吧 成 我们走 行了 倒是那没觉悟的人嘛 我们是中国人嘛 Sal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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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帅了 谢谢 林大 你好 你的中国人比较更好 哪里哪里 我的出关一百半 你好 中国人比较更好 好 谢谢 小青 欢迎来美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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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厉害你了 来 你刚才完成了 昨天的工作 什么 我 我太累了 我需要休息 休息 休息 你只是在这里 你只是在这里 现在你去收拾我的资金 但是我必须 跟我的朋友 现在 我必须 他们 对 对 我明白了 我去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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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去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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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我都要担心 你去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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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希望她 去收拾 她的英语 好 是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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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兴 现在我们去船船 去训练 但 我保证 你 你会 跟美国 美国 您是詹姆斯先生 是的 您请坐吧 谢谢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您说对不起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差点错过 这么美妙的一曲 茉莉花 你知道茉莉花 嗯 从你美妙的琴声里 我几乎 可以闻到 早晨的空气中 淡淡的茉莉花香 看到花瓣上 跳动的露珠 一颗颗晶莹剔透 在你的指尖舞动 你是第一个这样评价 这首曲子的人 你改变得很好 不知我是否有幸 再听一次 当然 免费的 哎 哎 走了 你怎么开这么一车啊 哪有那么多废话 上车 你干吗停车呀 我就是有点不明白 你卫生不死心 这种华尔街大佬 眼睛是长在天脸盖上的 别说你中国的学生了 就算是正宗的白人精英 人家都不一定能看得上 我就不信了 连个界面的机会都不给我 但问题是 你洗了这么多封信了 电话也打了不少了吧 人家要见早接你了 这个电话是秘书接的 信价格也到不了他手上 那你准备打算怎么办 指约柜敲门和他说 我要跟你做股票 敲门 那管家能说他不在家呢 听明白了呀 我说你啊 就是不撞南枪心不死的 等会儿 我来开车 前面这到了呀 我来开 干啥 别磨刺 板去带板 两步远的事 记什么案件的 你板上 女后 看车 放车 放车 出车出轮 人要 reviewed 对 那是什么 你们��的 complications 对不起 对不起 太 charged了 我会赔到所有的破坏 这都是我的钱 你得给我留个电话 假如不够 我会找你的 好 好 我早就想把电话留给你了 事实上我一直希望 能有个机会跟你当面交流 你什么意思 你发表了每一篇文章我都看过 近期股票走势也按照你的预设在走 但是有一只例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他叫肖战 你的一个超级大粉丝 而且是个股票天才 我敢保证啊 只要你给他一个机会 他绝对不会让你 打住 打住 你就是那个 格林大学的中国学生是吗 你知道我 看来你是故意的 对不起 给我五分钟时间 我可以跟你解释 我给你十五分钟 行 走 你留在外面 行 好 谢谢 乔治先生 关于米歇斯公司的股票 我是这么看的 等等 我不想听你跟我谈论股票 好 我对此没有兴趣 这样 那你想谈什么呢 今天你做了件让我大吃一惊的事情 我很开心 你想要跟着我工作 就要每天给我这样的惊喜 我喜欢刺激 不喜欢陈词烂调 这个王八蛋 在我的基金公司上开了一个账户 去年的股灾他亏了钱 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也亏钱了 所有美国人都亏钱了 可他却认为 是我在坑害他 他想要不付违约金 就消互走人 还想去法院跟我打官司 我不想跟这种人打官司 我想请你帮我 去劝劝这个人 可是我不认识他 你应该认识他 打开看看 是他 希盟 没错 那好雷乌超级明星 就是他 银幕上他是一个 战无不胜的西部英雄 实际上 却是一个无耻懦弱的卑鄙小人 他在跟你的生意上 干违法的事了吗 就算是他杀了人 只要不被当场抓住 他的律师都会有办法 让他无罪的 对不起 我暂时好像 想不到什么别的办法 听着 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 上帝给你的只有机会 没有其他 假如你把握不住机会 我劝你趁早滚开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你的咖啡 他们会送你出去 就算他亲爹和他去谈 他都不能吃亏 你信不信 这老婆玩你呢 看不出来呀 我知道你缺钱 但是钱真没办法赚 要不然这样 你呢 就跟我去趟旅行社 找找琳娜 人家李俩好歹是 纽约地图蛇呀 让他给你想办法赚点钱 这俱乐部你认识吗 不是长岛东边角上那个吗 选纽约的富豪 多喜欢在那喝咖啡 打高尔夫 说说这个西蒙 除了不拍戏 每周五下午都会在这儿 约人谈事 就周几 周五 瞧了 走 开车 人家那地方是会原汁的 咱清光弹 进不去 你到那儿再想辙 换进去吧 能想什么辙呀 想辙 这地儿 不眼熟吗 苏立军是不是在这儿打工 好像是 是不是 说过一次 没错 为了调一美国金龟絮 在这儿请过我们吃饭 是 是 那更好办了 妥了 走 找苏立军 能行吗 开车 赶紧开车 少废话 快点 快点 再把这天都黑了 行 行 行 开车 我开车 最后一 来 我开车 再把这ORANT 车 超过这个 咖啡蒸 享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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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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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